欢迎收看本期的Big极创工坊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小编刚给大家介绍了青岛的空中列车 这部紧接着在湖南诸州就出现了一个无轨道的火车 不仅带着500人在马路上驰骋 而且底下还没有铁轨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起去跟小编看看吧 这种无轨火车名叫制轨列车 是由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设计发明的 是全球第一列制轨列车 它体型巨大配有好几节车厢 跟火车和地铁一样都是双车头设计 避免了双向行驶时掉头不变的弊端 这个制轨列车虽然看起来没有轨道 但其实它只是沿着虚线轨道行驶的 名叫制轨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智能化 团队研发出了一种虚拟轨道跟随控制的技术 列车上安装了车载传感器 可以自动的识别路面虚拟的轨道线路 智能的控制列车的行驶轨道 而且它一次可以载客500人以上 大大的缓解了公交车载客量少的缺点 另一方面 它充电10分钟就能跑25公里 非常的快速便捷 修建一条10公里的无轨列车的线路的话 就能节省10亿元左右 对此你怎么看呢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